立法委員高鴻安 民眾黨的立委 撞告旅美學者翁達瑞 他是誰呢 他就是陳時芬 兩年前政經關不了 就已經起底過他了 他呢 就是綠營的御用學者 我這樣講是不為過 各位可以去Google一下翁達瑞的文章 從頭到尾 都在替民進黨政府護航 那我有一句名言嘛 我說當你看到鬼半夜在推磨 你千萬不要以為他是在練身體 結果經過台灣最勇敢的網路新聞 俠新聞 假八百的假新聞呢 追蹤發現翁達瑞的本名就叫陳時芬 而且他曾經跟民進黨政府領過巨額的 玉山學者獎金 玉山學者獎 回台灣做過短暫的講學 而且還發現他在中國大陸的幾個學校當中呢 講學 他算是一個橫跨兩岸 又賺台幣 又賺美金 又賺人民幣的人 而他自稱他自己呢 是一個這個 綠營的價值的捍衛者 但是結果我們發現他的言行似乎有些問題 所以才開始有人慢慢去追蹤他 那再加上呢 他批評別人是不經查證的 你說他有過查證嗎 有跟星星納提大學查證一下高鴻安嗎 或查證一下李傑教授嗎 或者是問李傑本人很簡單 一封E-mail就可以問啦 或者問高鴻安 對不對 一封E-mail 一封電子郵件就可以查證了嘛 完全沒有 好 接下來呢 高鴻安的告訴莊又提到說 他說告訴人的博士論文並沒有陳世芬所稱的並非原狀的情勢 而且第二個 高鴻安的答辯是說 六頁的期刊論文不可能如陳世芬所言灌水成為一百零九頁的論文 能夠這麼灌也是非常厲害啊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把六頁的論文變灌到一百零九頁 那你說你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抄襲可言 是一百零九頁的抄六頁呢 還是六頁可能抄一百零九頁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 他說告訴人就是高鴻安 有自己的博士研究在Google的學術中可以獲得很多高度的引用 另外告訴人就是高鴻安在博士論文已經向 這個另外兩位期刊共同作者致謝感激 所以說他其實是這兩位期刊共同學者 那麼用他們的研究 做一個可能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 所以這絕對不是 陳時芬說的六頁灌水成為一百零九頁 我覺得 這個教授這個陳教授陳時芬 這個邏輯要重修吧 六頁能灌水到一百零九頁 然後說人家是抄襲 你恐怕要告訴我那六頁如何被抄襲 而不是六頁灌水成為一百零九頁吧 再來陳時芬在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二號 再度稱高鴻安的博士論文 有三分之二的內容抄襲字期刊論文 哇這個指控嚴重了 這指控夠嚴重 你知道陳時芬到處惹人 他也惹過我 他說他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我的論文 我就在我就在節目當中公開講 歡迎歡迎趕快去看 看看台灣在大眾傳播界 我不確定是不是唯一 被這個學校提名成為當年的 國際傳播論文期刊的獎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人是 當然我在的時候好像沒有聽說過 歡迎你去看 歡迎你去查 看看我抄了幾個字 結果這個陳時芬呢 他還算本著良心 他看完以後就有底下的817跟1450 在臉書上問他說 誒那彭文正的那個那個 博士論文抄的如何 陳時芬說了一句話 他說 英文在水準之上 至於他的統計模式呢 跟他的量化部分 我要來好好研究 到現在已經可能又快一年了吧 沒有下文啊 我跟陳時芬教授說 我挑戰你 我歡迎你好好研究 好不好 好請你把我的這個 呃這本論文好好的放在網路上 跟大家討論一下 呃我不會跑 我的論文就是 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1995年 我的指導教授叫做 Dr. Jack M. McLeod M. C. L. E. O. D. 然後我的論文題目叫 Effects of a Voters Perceptions and their affect to our candidates 然後是1992年 美國總統大選的研究 歡迎 跟大家來討論我的論文 我很開心 因為我離開學術界呢 有快十年了 那如果我的論文 還能夠被很多人 我的這個論文是1995年拿的啊 有快27年 如果很多人還願意討論我的論文 引用或者是來這個打比仗 我覺得非常榮幸 好我們接下來看 他呢這個高鴻安 他說呃 這個陳時分在他的臉書上面提到 如今高鴻安決定投入選戰 我沒有理由再繼續沉默下去 我也再度呼籲高鴻安退出政壇 因為這是他眼前最好的選擇 高鴻安的博士論文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內容 抄襲字這篇擁有四個共同作者的期刊論文 109頁的三分之二應該是70 109頁的三分之二應該是72.66 72.66循環 73頁109頁的73頁是抄的 如果是這樣子那絕對是抄的 那陳時分請問你 你如果真的知道說109頁中的三分之二 73頁是抄的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把它公佈出來 就像比對林志堅論文這樣子 比對出來我絕對站在你這邊 好雖然你過去的言論呢 我很不相信 但是我說過不以人費言 如果你真的抓到高鴻安的論文是這樣抄的 我抱歉了 我一定站你這邊 我一定不會有第二句話 被高鴻安告我也沒關係 我一定站在你這邊 結果沒有啊 你打了人就跑啊 好我再來看 他說呢 他的博士論文沒有引述這篇期刊論文 謝慈沒有提到三位共同作者 也沒有提到資策會的專案報告 更沒有提到經濟部的著作權 嗯 他說高鴻安說 參考告證12號第五頁就貼文留言處 被告甚至請讀者用力轉傳啊 好的 那麼 這個部分 這個高鴻安說 被告陳時分以上說法 仍無視其所提出的六頁輪討會論文 是高鴻安是第一作者 哦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學術界 如果這篇研討會的論文 高鴻安是第一個作者 第一作者 另外還有三個人 四個人跟他合著了 這一個六頁的研討會的報告 其實坦白講 如果這個研討會的報告只有六頁 這也不是很嚴謹的研討會 這應該是一個業界的所謂的一些 嗯 業界的一些報告吧 好 那如果有一個人呢 是第一作者 把六頁的報告 後來衍生寫了109頁的論文 而這個人又是第一作者 我實在看不出來 這個抄襲要怎麼樣指控 我看不出來 好 再來 那麼 這個東西 當然 所以高鴻安 生氣了 換成你我 任何一個人我們都會生氣 所以他要告陳時分呢 加重誹謗罪 那麼 呃 這個地方 就 很明顯的啦 但是 也不要太大意喔 呃 因為 因為 這個很難成立喔 一般來講 到目前為止喔 這種加重誹謗罪 只有蔡同學成立了 連證據都沒有提 連庭都沒有出 就就就贏了 就就讓這個不孝的檢察官黃偉啊 起訴我 好 那 這個 喔 黃偉最近呢 又被調升了 他從調升澎湖的主任檢察官 9月1號 要在新北地檢署 呂新 調回新北 擔任主任檢察官 好 所以在新北呢 如果有涉及一些政治案件的 你要 皮筋一點點 這個 跑到這個黃偉手上 我看喔 涼涼的 好 那 各位 宇宙政經學院同學們呢 也可以這個 送花給這個 黃偉啦 我看我是要 要送他花了 這麼 這麼傑出優秀的檢察官 從同湖調回來台灣嘛 對不對 我們要送他什麼 這個 要送他惡觀一本吧 反正我們 這麼值得 呃 慶賀你看這麼短的時間 一下升到澎湖地檢署 不到一年吧 有沒有一年 馬上又調回新北地檢署 外婆的澎湖灣還沒學會 還沒唱完耶 奸奏的部分就已經被調回 高升到新北地檢署 可見 你看蔡同學多麼喜歡 這些呢 幫助他的脫罪的 這些不孝司法官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Go 找一下